我希望武汉作为你们的前车之鉴 你们能真正的能够从中学到一些 然后自己少牺牲一点 少走一些弯路 其实回顾这两个月的生活的话 对我们而言是生命中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时刻 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回忆 它虽然说是一个很恐怖的回忆 与其用牺牲来叙述这次封城和隔离 我更愿意说是一座城市 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国家一起打配合战 所有愿意配合隔离 禁足在家的国人 都为抗议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封城这么长时间 然后我从一开始的就是毫不在意 然后觉得有封城的必要吗 然后到后来的就是极度低物资的减进去 然后极度的恐慌 然后彻夜难眠 医生护士铺天盖地地在网上求资源 然后病人在网上发布信息说自己没有床位 没有办法得到救治 慢慢地就物资也到位了 然后全国各地都会派很多医护人员过来 你就可以看到的确是新增的人数在慢慢地减少 有一次我们团购到了面粉和五花肉 准备做一顿饺子 就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二次吃到我爸包的饺子 上一次就第一次还是在我幼儿园的时候 期间有一个情人节 然后有我的生日 我的男朋友是吧 费了老大的劲去给我买 主要是我想出门逛一逛 顺便给你买个蛋糕 好的好的 给我买蛋糕还买花 还去大早上排队 排队给我买那个牛排 回来见 新年节的时候 我们家是穆斯林 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难买到清蒸的食品 然后我们在试衣协会 买到了一箱清蒸水饺 当天那位穆斯林朋友就送过来 那一项睡觉特别特别重 我特别特别感动 多打电话去询问他们的状况 尤其如果你的家人 不在疫情正中心的话 他们很担心你 所以让他们及时了解你的情况 换侣的话 其实就是多沟通 因为很少有机会 有这种几个月时间 24小时都在一起 其实是会暴露 对方生活中很多缺点 有了问题也不要冷战 也不要吵 如果你在家里工作 还在家里工作 你一定要把工作跟生活区分开 不然会把你搞得很崩溃 平常没有时间做的事情 赶紧去做 该看书看书 该刷剧刷剧 该打游戏打游戏 该陪家人陪家人 现在给我的感觉 就跟1月底 2月初的武汉市一模一样 我能体会到他们民众的 现在这种绝望 如果你感到焦虑 沮丧 愤怒 难过的话 那都是正常的 封城不是为了剥夺你的自由 而是为了用符合科学规律的办法 去对付传染病 让你尽早重获自由 我希望武汉作为你们的前车之鉴 你们能真正的 能够从中学到一些 然后自己少牺牲一点 少走一些弯路 只有全球的疫情都好起来 我们大家才能真的好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